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并除党员投票参与 引发地方党部不满 部分民进党员在场外抗议 还有党代表扬言烧掉党政 一名党代表更在蔡英文开场致辞时终上台 想话筒抗议蔡英文 导致会议一度中断 还有多名民进党代表发言反对全民调 为什么不对全民调做一个检讨 主席的回答有点避重就请 以后如果还举2008年例子 请针对性的是谁 不要把我们所有候选人通通污名化 吕秀莲主张2012初选应纳入党员投票 她表示采取全民调不顾党员意见 把权力交给第三者决定民进党的人选 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制度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则反讽全民调案若通过 民进党就转型为民调公司 对此蔡英文呼吁大家理性面对党内不同声音 身为主席我和很多支持者一样 对各位党内优秀的精英们有深切的期待 期待当你们彼此对望的时候 眼中看到的不是贴着不同标签的竞争对手 素由马英九大内高手之称的金普聪 日前请辞国民党秘书长引起外界恶然 面对逼近的2012选举金普聪转入幕后 由地方派系出身的廖廖已接任国民党秘书长 对此来营一片叫好 绿营则坠坠坠不安 素由马英九大内高手之称的金普聪 日前请辞国民党秘书长引起外界恶然 党政人士说金普聪会先投入南方专案小组 穿球鞋到南部跑 帮马英九耕耘南部重新出发 接着渴望接任马英九的竞选办公室主任 投入2012年选举的辅选工作 金普聪转入幕后 由地方派系出身的廖廖已接任国民党秘书长 对此蓝营一片叫好 绿营则坠坠坠不安 廖廖已是台中红派大佬 从基层选举一路往上爬 其身段柔软 深安台湾地方政治生态 治下其言 难怪各方看好 有台湾媒体表示 地方派系原本就是有实力的既得利益者 为政不得罪据事是政治现实 如何在既得利益者与公众利益之间拿捏分寸 历来就是为政者的首要功课 而这却是金普聪的弱项 他也不屑为之 如今金普聪退入幕后操盘 振前干将料料以协调党务 是才是所 蓝营支持者总算对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更多了些信心 好的下面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的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 唐先生你好 金普聪闪电请随时 表示未来将穿球鞋倾听南台湾民众的心声 全力驻马英九深耕南台湾 您觉得他真的会这样做吗 如果金普聪这样做能打动南台湾选民的心吗 简单回答金普聪会他会这样子做 因为金普聪在政治的政治之路上面 其实他个人没有什么太太长远的政治规划 他不是太个人最新于政治的人 他之所以会进政治这一行 然后走这条路完全是跟马英九的关系 他跟马英九过去的这些情感渊源 使得他的政治之路上面来讲 为马首是瞻 换句话说一切都以马英九作为最高利益的考量 所以金普聪的去留 金普聪的动向思维 完全都是为了马英九接下去的一个政治职位的安排 好 眼前马英九当然最关键的就是 2012能否竞选连任成功 接下去金普聪的一个所有的政治动作 也必然都是锁定这个目标 台湾谁来当领导人是由台南人决定的 因为台南人的选票的落差最大 你南军即使赢得了其他的所有的县市 但是都补不上你在台南或者高雄一个地方的所失去的选票 所以金普聪把他的重点摆在南部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只要少输 那北部地区的胜选的选票能够补的过去的话 马英九的2012就稳住了 金普聪转入幕后 由地方派系出身的廖辽椅接任国民党秘书长 蓝营一片较好 绿营则坠坠不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廖辽椅出身台中县的红派 他在台中县担任了八年的县长 蓝军在这地方过去 地方上面不管是红派跟黑派 其实跟蓝军都颇有渊源 但是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却却显示 地方派系几乎全面的崩盘 全面的倒戈 使得大家重新的在检讨 在马金体制 马英九跟金普聪体制之下 不断的跟着地方派系对决 割袍断意 导致着地方派系寒心 纷纷的跟蓝军say goodbye的这种的过程 所以当提廖辽椅的时候 第一个他是地方出身的政治人物 但是到了中央 包括在内政部门担任主管 处理消费券的事情 或者到了马英九的身边 担任马英九的秘书长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廖辽椅的表现都非常的称职 甚至给人家感觉 他身段是很柔软的 在地方派系的背景 特别是台中县地方派系的背景 使得廖辽椅去接任秘书长之后 大致上面来讲 大家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讯息 就是导导以来是准备要打仗的 这个党秘书长是准备带着党 除了打接下去的立法委员的选举 希望还能够维持稳定多数之外 另外希望把党机器跟地方派系之间的关系 重新做一些调整 也有利于马英九的2012的 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好的 谢谢唐先生的点评 也即将到来 马英九担心民众暴饮暴食影响健康 22号 在新出炉的治理周记里 和大家分享他个人多年的减重小方法 包含少吃油炸食品 以及细嚼慢炎等等 马英九还号召全台60万人 纠团一级减重600吨 农历新年快到了 马英九担心大家吃太多 身体不健康 一向非常爱运动 重视身材不走样的他 在最新一集治理周记中 特别帮大家打一剂减重预防针 我自己本身在过去的30年当中 有三次减重的经验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可以算是有些经验 营养师也跟我说 要我细绝慢炎 所以他身体管所要 主角35下 咬得很碎 然后保住感 还比较好 所以就自然而然 就不会吃那么多了 马英九不但大方分享自己 控制体重的小秘方 还在健康局长讲解时 中当模特儿 加手势比餐盘 倡导少吃油炸 糖素猪肚 并秀出图示 原来一杯超大奶茶所含的热量 得爬完一整栋101大楼台积 才能消耗掉 如此用心良苦 其实他有一个远大目标了 健康100台湾动起来 健康减重600吨的活动 那要欢迎大家一起 球团来健康减重 算一算 要想达到马英九 60万人减600吨的目标 平均每人得减重10斤 听起来不简单 马英九希望注意体重 从小做起 爸爸妈妈特别要用心 别让小朋友在过年时百无禁忌 毕竟吃多了很难受回来 22号 马英九办公室变身成为 缤纷儿童乐园 马英九邀请许多育优院的小贵宾们 前往马办做客 孩子们逛圆游会 吃吃喝喝玩的超嗨 而看到孩子们的天真笑容 马英九忍不住再度的呼吁大家 一定要多生几个 我打我打我打打打 打地鼠玩的超嗨 那在的是哪里呢 走走 拿地鼠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没错周末午后 马英九办公室瞬间变成了儿童乐园 幼儿园的孩子们跑来跑去 穿梭在各摊位吃吃喝喝 还有八种口味的冰淇淋任你选 为了欢度新年 马英九特别邀来小贵宾们来逛马办 亲手为行动不便的小朋友 吃鸡块苹果派 小粉丝们一拥而上抢着个马英九握手 不洗手到开学那一天会不会太扯啊 过年前夕 以前宁静的马英九办公室变身缤纷儿童乐园 孩子们玩的超嗨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过后 海啸五报回来 我们新闻继续 与马面四目相对 连胜文反驳枪案物击说 连家律师团提十一点判重启调查 澎湖迎神校活动发生擦撞 信众示威暴冲突 将化警方破获偷车集团 被盗车解体便废铁 关注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连胜文遭枪击案真结 台警方定调物击 但连胜文方面不满 随即提出十大疑点反驳 更希望由台特征组 介入调查 不过却被驳回 连胜文方面表示 中担前 连胜文之所以会回头 就是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再骂了句三字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凶手怎么可能 还是物击呢 人家希望重启调查 总统有什么看法呢 低调没有回应 因为连胜文枪击案 反显已经以物击账结 连连胜文委托律师 提出希望特征 介入调查的请求 也被驳回 显然这个结论 连胜文不能接受 提出十大疑点反驳 录影带 我想各位都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在整个舞台上 只有他一个人回头 而他跟马面的四目的相接 所以他认为 呃 其实就是冲着他来的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反驳马面不认识连胜文 仔细看还原枪击瞬间的搜正袋 舞台上马面冲上台的一刹那 只有连胜文回头 其他人都还是直视前方 就是这个时刻 连胜文和马面四目相间 随即中枪 事发之后连胜文提出 有人喊他的名字 喊骂脏话 他才会回头 因此从头到尾都认定 不可能为物极 至于录影带连胜文1月4号 才看到部分画面 新有余计 一直到版检公布完整影带之后 才全程看完 澎湖著名的迎神教游击活动 每年总是吸引不少的观光人潮 但是在今年迎神教过程中 因为人潮汹涌 台教人员不小心相撞 相互推挤之下 竟然引发群起斗殴 鞭炮声中一群人互相推挤 黑衣男子面对红衣的那一方 表情凶狠 甚至还有人拿出神棍示威 对方也不甘示弱 大声呛瞎 原本好端端的澎湖武教活动 竟然爆发严重肢体冲突 19号晚上8点 20到30名年轻人 在澎湖游街迎神教 疑似踩的步伐太大 现场又相当拥挤 铁县里和龙门村两方人马相撞 又因为当天寒流来袭 大伙喝酒取暖 都有些微酒意 最后才变成群起斗殴 一旁民众赶紧把当时情形 用DV拍下破网 索性大批警力感到 没有让事态继续扩大 并且将他们统统带回警局 厘清事发原因 只是原本开开心心的 银神教活动 最后却演变成斗殴事件 年关将近 台湾偷车集团猖獗 张化警方破获了一个汽车解体工厂 嫌犯分工非常的细腻 从偷车拆卸到把风 都有专人负责 警方突击现场发现 一辆进口轿车 原价要200万元新台并 零件几乎从内到外被拆个精光 能变卖的就卖 不能卖的再运往海外 而嫌犯原本想趁着过年前大捞一笔 不想现在反而被逮个正着 警方突击汽车解体工厂 里面像个大型零件库 引擎仪表板摆满地 拆解成一半的进口轿车 也还停在现场 连警方都惊呼 好好的车怎么会拆成这样 这辆车原价要200万元左右 但经过嫌犯一拆解 前后座椅都没了 像是一团废铁 还有这辆进口轿车 也是嫌犯偷回来准备拆解的 根据现场的零件来清查 至少有数十台车子 都在这边被解体 彰化警方锁定这个大规模窃车集团 工厂里不只分成拆解区 依照车种不同 拆解的人也不一样 所有过程 都由不同的集团成员负责 警方透露 这个窃车集团非常狡猾 自制十多面卫造车牌 只要投车得逞 立刻换上假车牌 躲避警方查器 嫌犯原本想趁着过年前大捞一笔 却因为警方突击查货 发财梦全碎了 近来台湾网络上出现了几段战争影片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 但仔细看规模不大 也不是知名演员演出 原来这是台湾一群喜爱二战历史的人 以二战电影为范本 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 虽然是业余制作 不过影片中看到的军品 包括头盔 步枪军服 几乎都是二战时期的真品 枪林弹雨在树丛中小心前进 这是熟悉的战争电影场景 但怎么没有一张明星熟面孔 原来这是一群军事迷的杰作 画面上看到左边是他们自己拍摄的影片 场景人物军用品都是以右边 夜市电影诺曼蒂空降为范本 尽管规模有差距 但考究可是一点也不差 我们都有考究 因为我们本身玩这个东西 比最讲究的就是要做考究这个部分 除了看影片之外 也会大家都会自己去买很多书来看 以美军为例 他们仿制二战时期的101空降师 戴上M1钢盔手持M1步枪 穿的是M42散兵服 德军则是拿98k步枪M35盔穿M42HBT军服 丝毫不马虎 为了拍影片 不但认真写剧本 炮声隆隆 激发子弹的场景 火花也跟真的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是影片拍好之后 然后再请 知道这方面 帮我们做一些如何的效果 最初只是收集军品 几个同好觉得 与其让军品不见天日 不如让他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也用逼真影片一起过过上战场的影 台北市政府砸700万新台币 花三年时间打造的北投露天温泉泡脚池 22号正式开放 温泉质量高 而且免费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体验 不过工作人员怕民众烫伤 特地降温再用 反而让民众反应 温泉实在太温了不够热 卷起裤管小朋友一边寒冷 还是针鲜恐后洗脚丫 原来是等着这一刻 3 2 1 2 谢谢好舒服 起司双脚同时间下水像在煮水饺 这池热腾腾的泉水是来自北投山里的纯净硫酸泉 浓度比一般温泉的标准还高出几十倍 是台北市砸下700万打造 首座的温泉泡脚池 泡温泉拿奖品 小朋友相当热情 但大人泡了初体验 脚底板的感受没那么满意 可能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寒冷 如果可以更热一点 我们会觉得更舒服 其实温泉山上源头70度高温 北市府怕民众烫伤 特地降温带使用 没想到温度掌控不佳 民众全挤在出水口取暖 民众大呼过瘾 但附近居民看在眼里却忧心忡忡 甚怕游客一多影响居家环境品质 北市府的美意要怎么面面俱到 还得伤脑筋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过后 海峡五报回来 我们新闻继续 台中天津路年货大街起跑 十位俄罗斯兔女郎 清凉亮相抢眼 台湾年货大街亮相经常 各式台湾商品小吃 琳琅满目 香港迪斯尼乐园庆祝五周年 飞月奇妙系列活动精彩分成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海峡五报 年关将近了 台中市三大年货商圈之一的 天津路年货大街22号起跑 主办单位特意找来了 十位俄罗斯兔女郎 清凉亮相主持开幕秀 俄罗斯兔女郎上场 各个身穿雷斯裤袜 私质轻薄小可爱 和台下民众穿大衣裹 裹围巾形成强烈对比 细经打扮 就是为了替天津路年货大街宣传 台上兔女郎热舞台下民众也没闲着 寒风中大排长龙 冲着免费的围巾而来 三千条围巾免费送 换句话说 现场也至少围了三千个人 光是要领取 就造成骚动 还有混乱情况很快就控制下来 而民众降临免费围巾 唯一条件必须和兔年扯上边 只见现场民众有人背兔子背包 穿兔子衣服 甚至把家里的玩偶也搬出来 最有勇气的就是这位先生 脸上涂涂抹抹抹 看起来像兔子还是像老虎不重要 重点是也顺利拿到免费围巾 再不然把真正的兔子也抱出来亮亮相 他今年两岁 希望他能够在兔年为我们家带来好运 天津路年货大街刚起跑 就让民众尝到甜头 主办单位希望买气向人潮热闹滚 春节前台湾各地最热闹的地方 莫过于各地的年货大街 天南海北的各种年货熙熙攘攘的采购人群 为即将到来的传统春节 提前预热了浓浓的年味 从22号开始一直到春节期间 不少台商也把这股台湾年味带到了北京 听到这非常熟悉的电音三太子的音乐 不要以为这里是台北的迪化街 或者是战前街 这里可是道道地道的北京的前门大街 为什么会有这么热闹的台湾年味呢 原来后面正在举行的是台湾年货大街 跟随电音三太子的招呼 走进北京前门大街大江胡同内的台湾印象商务文化区 你就能亲身体会到台湾同胞过年吃什么用什么 操着一口闽南口印的台湾商人 在大街上热情的吆喝 沿街的白色盏棚里面堆满了 从台湾运来北京的年糕 米果肉干肉松高粱酒高山茶 还有台湾特色的沙茶酱干贝酱等调料 甚至鱼丸花枝丸等来自宝岛的火锅食材也摆到了街面上 让市民在北京就能够品尝到来自台湾的美食 北京的市民 因为他们很想也很想了解台湾整怎么过年 所以我们又办了一个年节特展 胡同里一溜的彩色立体背板 什么是祭造什么是围炉什么是走春 台湾年节展图文并茂地展览了台湾同胞的新年习俗 讲述从尾崖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的过年风俗 逛累了还可以走进邓丽君音乐生活馆 感受一代歌后的巨型风采 或者干脆在台湾老街里坐下来好好享受地道的台湾小吃 那么最后在这个整个台湾的中心广场呢 有一个阿里山广场 它不仅把这个阿里山的神木做在这里 还把阿里山的小火车也开进了广场 所以这里呢还可以不到台湾 就可以感受到台湾的这个风土人情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每天还有一个很一些很重要的活动 比如现在我身后举行的就是一个两岸情台湾 台湾印象慈善意脉 在京的一些台商呢 把他们的一些爱心奉献出来 让北京的一些弱势群体也可以过一个欢乐的中国年 日前香港迪士尼乐园迎来了五岁的生日 乐园主办方精心打造全球独家的迪士尼飞天巡游 同时奇妙仙子城堡也首次闪亮登场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宾客前来共享欢乐 大受欢迎的迪士尼角色换上了华丽的装束效应来客 因为在1月21号香港迪士尼乐园飞跃奇妙五周年 庆祝活动正式起航了 飞天巡游是本次庆祝活动的重头戏 花车礼服和音乐都是由世界顶尖的设计师操刀 准备时间超过了18个月 精彩的表演引来了大批的人潮 工作人员甚至要拉线引导 入夜时分五彩的迪士尼灯光秀将整个乐园点缀的分外美丽 据统计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幕五年来共有2500万游客入园游玩 去年的游客人数达到了520万人 首度超过了海洋公园 而香港迪士尼乐园还计划加建三个主题园区 以全新的姿态迎接